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Cancer日常 我是Cancer 上個星期我拍了一條啤酒打泡K的影片 那一條是我第一次拍的YouTube影片 有朋友給我一些意見 說我的影片比較長和比較悶 他建議我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手法去拍 可能會多些人看 所以今天我會再拍一次啤酒打泡K的影片 Hi 大家好 今天我會介紹一部美國品牌的啤酒打泡K 它的牌子叫Physics 它的型號叫DraftPore 它是一部什麼機 它就正如所說在啤酒打泡K 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它將一些普通啤酒 無論是罐裝、瓶裝 就算瓶裝到750即是大啤尺寸 它都可以應付得到 操作很簡單 而且它本身可以用兩粒AA電 又或者用USB拖個尿袋 上一次我拍的時候 已經展示了用2A電 今次我會用尿袋 你可以在家裡用也可以 你拿去戶外用也可以 我立刻做個簡短的示範給大家 今次我選了菲律賓這個肥仔生力 你只需要將它扭開 洗乾淨裡面的管 等在這裡 對準管 等下去 扭開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向前推 首先要先用USB 好了 現在有電了 向前推 它有啤酒出 出到譬如說 我覺得這裡夠 我想多些泡 你可以停 向後拉它便會打泡 對了 一杯好像在酒吧倒出來的drug beer 非常之冷非常之好喝 其實今天除了啤酒打泡機 我還有第二個也是打泡的機 去介紹給大家 讓我先拿開啤酒打泡機 是一部叫做Air Soda 又是美國品牌 它是甚麼呢 正如名稱 Air Soda 其實就是打氣做梳打水 如果大家喜歡喝Highball 好像我這樣喜歡喝Highball 其實這部機是很方便的 它的形狀就像剛才說的啤酒機 都是一個好像Tab的形狀 它跟來有一個瓶給你裝清漏水 裡面有個鑑印寫著 至少要裝到這裡 最多裝到這裡 我現在這個位置大約差不多 它呢 剛才那部啤酒機 是用聲波來打泡沫的 但這個我們梳打水 說明是Air Soda 其實是打氣的 即是CO2 它跟來有一支CO2 那這個CO2 很簡單 在這裡有個位置 你推上去 扭緊它 好像上螺絲一樣 扭緊它 OK 扭緊了 那你將它 將水扭開 套進去 等上去 扭緊 它都有一個螺絲位 讓你扭著它 扭緊了之後 上面有一個按鈕 你一按 你按 它一打到足夠 它就會自動停 OK 這個就是一次 它說同一支水 你最多可以做三次 OK 因為一般我喝HIGHBALL 我喜歡多一點氣 所以我會做多一次 對 你有沒有發覺第二次做 它很快就會停 因為它本身已經有氣 對吧 好了 那我現在扭鬆它 那現在這一支 就已經是一支 Soda Water 來的了 那我有一些 Suntory Whisky在這裡 加了冰 一杯很清涼的HIGHBALL 就可以自己家製造了 好了 今天我先介紹到這裡 如果再有些新玩意 我覺得是很適合大家的 我又覺得是 適合YOUTUBE BALL 那我就會拍片給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未Subscribe 的Subscribe我的Channel 給個Like 如果你按下個鐘仔 每一次我有新片出 你都會收到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是這麼多 拜拜